最近这段日子国际形势风云变换 各国古旨都是史努比搬家 狗不住了 那身为一个套牢经验丰富的股市难民 月八哥我虽然资产缩水 但是情绪上都还比较稳定 在这个档口我们很需要一集正能量的内容 来提振士气 那么今天故事的主角叫做小手穿龙 他年纪不大 没有女友 天天吃泡面过活 兴趣是散步和打游戏 看似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青年 但事实上网名BNF的小手穿 是日本特别著名的股神 也是全世界散户的精神偶像 20岁那年他把压岁钱放进股市 短短8年时间压岁钱被他炒成了200个亿 资产增幅超过1万倍 2005年小手穿龙用16分钟 从大券商的手里赚走了21日元 下呆了全日本也因此一战成名 小手穿龙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的财富秘诀又是什么呢 看完这一集大家应该会有所启发 时间是2005年的12月18日 刚开市的东京证券交易所里 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之前几个交易日日经指数屡创新高 但前一晚美股收跌 日本股市很可能受其影响 当天有一家名叫JCOM的新股上市 它是一所中型规模的人力派遣企业 发行价是一股62万日元 当天的9点27分 瑞穗证券的操作员接到指令 下单卖出一股JCOM的股票 在匆忙之中 这位操作员的手抖了一下 他就打反了指令 把61万日元卖一股输入成了1日元卖61万股 这个乌龙的代价将会是400亿日元 YES! 瑞穗证券反应过来以后 就立马在交易终端上进行取消的操作 东正交易所的系统 此时却出了问题 没有任何反应 由于JCOM只有3000个流通股 所以这笔超大卖单 就直接把它砸成了跌停价 市场上很多不明就里的人 就被JCOM的大跌给吓傻了 开始纷纷抛售这支新股 但一些大投行的交易员 却能看出这是个白送钱的误操作 就随即开始了大笔买入 仅仅10分钟之内 JCOM就被交易了13万股 这期间 东正交易所一直都没有强行撤单 所以在不得已之下 瑞穗证券就只好自行下单 高价买进了46万股的JCOM 到了9点43分 JCOM就被拉至了涨停价 事件发生以后 交易所里面谣言四起 某大券商下错单 东正系统故障的消息 就直接引发了日本金融板块的暴跌 日经指出当天也因此下错了2% 事件惊动了著名写真男星 兼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 他就下令日本金融厅彻查事件 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演 而JCOM的社长 刚本泰彦则表示 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此事感到困惑 最终东正交易所因为系统失灵 就背负了事件的主要责任 东正社长贺岛卓夫 取地域专物吉野真雄 还有IT系统的主管天也复复 三人引咎辞职 瑞瑞证券则在事件当中 爆亏了400亿日元 但因为瑞瑞集团财大气粗 就没有伤筋动骨 日本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当时就不断向各大投行施压 并联合媒体造势 批评这些外国投行趁火打劫 那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券商协会最终就达成了协议 把这些赚到手的钱又捐了出来 成立一个行业发展基金 但是所有的个人投资者则无需退还获利 他们只要填写政府的大量保有报告书就可以了 当日本政府把报告书公开之后 一个名叫小手穿聋的散户 迅速吸引了日本全国的注意 此人在JCOM事件当中的16分钟内 买入了大量的股票 赚得了超过20亿日元的利润 约等于野村证券 雷曼兄弟和瑞幸 三家大投行的总和 一时之间 有关JCOM男的讨论 就成了媒体的热门话题 网上也出现了各种阴谋论式的猜测 有人说JCOM男是交易平台 为了骗新人入场 编出来的成人童话 又有人说JCOM男 只是大券商为了保留利益 请来的一名代理人而已 或许是为了澄清谣言 又或许只是觉得有意思 JCOM事件结束了两年之后 小手穿龙光明正大的现身了 镜头前的小手砖 皮肤苍白 但是眼神犀利 他不够言笑 但是谦逊有礼 人们惊讶地发现 JCOM男的硬核 远超出人们之前的一切想象 还不到30岁的小手穿 个人资产已经接近200亿日元 而在JCOM事件当中的20亿 对于小手穿而言 只是一次正常不过的操作而已 小手穿平静地向媒体 讲述了他的发家经过 他之所以会投身古海 原因非常的简单 就是不想上班 小手穿龙1978年 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士川市 原本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青年 小时候打过棒球 中学练的是长跑 兴趣是打游戏 散步和吃拉面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曾就读于某著名大学的法学部 小手穿性格内向 非常不擅长和人交往 他的朋友很少 他就很早意识到 自己的性格 未必适合当一个上班族 就计划毕业以后 考一个按摩师牌照 一辈子盯着别人的后脑勺生活 可在大学期间 日本政府放宽了 证券市场上的监管条例 股票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 世间就出现了首批 以炒股为生的散户 小手穿在电视 看到这则消息以后 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这份工作连后脑勺都不用看 实在是太适合他了 在炒股这件事上 小手穿龙是绝对的天才 他看过一本入门书以后 就把160万日元投进了股市 这是他从小到大 存下了压岁钱和打零工的收入 第一年 他的财产翻了一倍 第二年 他的财产余额就达到了1亿日元 这是普通上班族 打工10年都挣不到的收入 当时还有两个学分 就能毕业的小手穿 从此就不再去学校了 早期的小手穿很喜欢在日本著名论台 2Channel的股票板块上 分享他的交易记录和网名交流经验 他使用的网名 BNF呢 就是他最崇拜的美国天才交易员 维克多尼德霍夫 那很搞笑的是 随着BNF越赚越多 他的贴子慢慢引来了一群 追着他喷的键盘侠 那么喷着喷着 BNF呢 就不再网上发贴了 那我们经常听到人说 要会花钱才会赚钱 但是BNF呢 他用行动告诉大家 那些话全部都是扯淡 虽然说他腰缠万贯 实现了好几辈子的财富自由 但他过的呢 绝对是朴实无华 且枯燥的生活 BNF不会开车 衣服呢 是超市里卖的便宜货 他滴酒不沾 每一个交易日的午餐 都是吃泡面充饥 原因是吃的太好了 会影响他大脑的速度 像女朋友那种东西 当然是不存在的 就连他用作交易的三台电脑 也都是十分过时的老机型 出国旅行 那就更加不可能 因为每次出国 就会错过交易日 这对他而言 腾本实在是太高了 据BNF所说 他最近只做过三次奢侈的消费 第一次呢 就是用四亿日元 买了一套豪宅 来孝敬爸妈 二楼留给自己炒股 第二次呢 是买了一部豪车 给他的爸爸开 而第三次 也是唯一一次 给他自己的奢侈的 是买了两台Wi 楼上放一台 楼下放一台 鼓神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BNF的具体操作 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 我今天呢 就不聊这些了 但BNF 异于常人的冷静性格 给每一个采访他的记者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当他被问起 白手起家 万倍收益的那些辉煌往事呢 BNF总是一副 事不关己的样子 不会流露出 哪怕半点的眉飞色物 他对记者说 他尽量不会接触 大额的现金 来维持冷静的心态 日本首富孙正义 曾经请过他吃饭 邀请他为自己打理巨额的资产 当时呢 也被BNF当面玩具 因为他并不想管理其他人的金钱 而当记者问小水川龙 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呢 他的回答也非常的谦虚 我只是一个 窝仔家炒股的人而已 外面的事我啥都不懂 虽然我有钱 但我并没有资格 去指点那些人生经验 百倍于我的人们 毫无疑问 BNF这种明镜止水 不来则硬的心态呢 并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得到的 08年金融海啸以后 日本著名主播九米红 还上门采访过BNF BNF当时诚实的告诉主持人 骨灾初始 雷曼兄弟暴跌 他用7亿日元抄底 结果最后雷曼破产 这笔钱全都赔了 但事实上呢 BNF的总资产 在金融海啸当中 非但没有下降 反而还升了不少 因为他在骨灾前不久 正巧在秋叶园的车站前呢 花90亿日元 买了一栋10层楼高的美食广场 ChompChomp秋叶园 按照BNF的说法 他的资金量如今已经达到 能够影响股价的规模 有一些施展不开了 于是呢 他就把一半的股票 换成了不动产 顺带一提 这家大厦的五楼 如今开的是海底捞的秋叶园分店 自那以后呢 销手专楼就不太在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但隔三差五 人们还会在建筑工地 和上市公司的年报里 找到他的股东信息 BNF之后 还在秋叶园买过一栋 叫做Akiba Culture Zone的大楼 专门卖玩具 手办 还有IDOL的相关产品 有传言说呢 他最近的资产规模 已经达到了2000亿日元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 BNF又会重现江湖吧 那么在本集的最后 我还想提醒大家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BNF不仅是个不试出的天才 在他活跃的本世纪初呢 电脑高频交易 也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但无论如何 他的故事都是很有意思 也很有启发性的 好的 我是月八哥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支持 有想看的人物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